那接下来回到我们这个要清唱一下这个 对对对对 先清唱自己的《青春万岁》 听一下这个现场版的 确定吗? 确定!掌声! 鼓励! 你有没有听过? 我听过我自己剪辑打绑 我们一起唱前四个字《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 我按照你的key来 还好没问我 我唱三二一 青春万岁 追梦的我们不后悔 勇敢的体会 哪怕流着眼泪 将心中无限思念 用力的散向世界 青春万岁 追梦的我们不后悔 坚强的体会 我唱走音了 没有没有 真的很厉害 因为听了这首歌 然后你就会唱这四个字 让我们对这首歌有足够的信心 信心 对对对对 因为我除了做这个电视节目之外 我也是个DJ 又是一个做后期的 所以你想想我的这个审美度 就是每次我在剪辑的时候 我就榜单 每周榜单一过来之后 它是根据网名 确实是点击率 是真实数据 具体多少 回家微博我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周的榜单 真的太棒了 肯定会火 我相信我的耳朵 但是其实听完 肯定火 现在很火 我知道我想说 听完楚川以后 我想听下其他四位 对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也会唱吧 其实 他会唱 其实应该都要唱 虽然就是可能 平时演出的时候不唱 但其实我觉得 四家应该也是会唱歌的 自己的歌 自己平时应该也会很很 说实话 我从来不去KTV 就是不得已的时候 可能去一下 趁着大家混乱我就跑掉了 跑去干嘛 就回家了 回家干嘛 就因为我是一个 到了一个时间 没有待在家里 我就会不安的人 宅男 你是什么星座的 双鱼 双鱼座 跟我还蛮合 巨蟹嘛 我以为他巨蟹 他宅男 我聊不来星座 因为我不懂 你懂 你懂 你姓风水 你姓风水 姓武航 今天姓武航 行行行 那 所以接下来要唱 是这个 唱一下Biana的歌 就好 我觉得Biana的歌 应该是影响了 应该不止一代人 所以我觉得 我们都应该有 有听Biana的歌 然后KTV Tommy 小华也都有唱过 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来唱 而且Michael也很喜欢Biana的歌 那小华 小华 是因为他第二鼓唱 他也有一些 相当不错的歌 小华姐也唱一个吗 哈哈 你唱什么 Biana的歌 每一首有印象 他也很喜欢 加油 一起吧 老婆哥一起吧 没什么 开阔这一块 好害羞 小华姐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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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 掌声鼓勵 哦 冬天我 寒夜旅看雪飘过 坏着冷却了的生活 飘远方 风雨里追降 母女分不情影中 天空海阔 你与我 可会变 原谅我这一生 不计放纵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得到 也会怕有一天会得到 哦哦哦哦 背流你上 随人都可以 也会怕有一天请你跟我 精神晚睡 追梦的我们 哈哈哈哈 记得好好 记得好好 真的太棒了 我觉得这摇滚的力量 我之前 你看我这份 属于文艺青年份 清摇滚不多 但是后来 夜市容那期 歌友会之后 我现场跟他一起跳 然后 然后我们信乐团 那次歌友会之后 我就直接飞上去了 特别嗨摇滚 你是被谁弄得飞上去的 哈哈 对就信乐团嘛 就特别的开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